Hello 大家好 由Ivan 来到 5仔这个频道 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 财经的资讯 今天很荣幸 请到我一个好好的朋友 在内地非常熟悉 不同的生意 行情 超哥 你好 是的 又邀请超哥 不是小小超 不是李嘉诚 当然 李嘉诚也不够 哪些好运 在内地原来 之前养猪也很好运 之前也说过 比马云更厉害 为什么呢 马云之前 华润百富榜 也是第十 第九名 现在最好运 竟然是买猪也排过去 第八名 前英木 前英 秦英木 那些 成为全中国真是受屈一致的 卖猪 当初他由22头猪开始 变成全中国最大的一间公司 当然 他就说自己 很厉害了 他有自己的养猪 管理的技术 所以就从全世界 英国 法国 学习这件事 为什么今天想说这件事呢 发现最近我和朋友聊天 就说 香港 现在做些猪犯 卖猪 也不简单 在街市开一档猪肉档 真的不容易 你看到这个疫情 去年猪价也很贵 平均多少钱 最高 平均价 2200多元 应该是一头 我猜是一头 港币 现在跌到1200元 变成了竞争越来越大 有钱大妈 有很多不同的 猪犯 去卖猪 去卖猪 在街市买菜 你看到猪价竞争得很激烈 超哥 你平时有没有卖菜吗 暗中买 暗中买 可以近一点 现在 内地现在有什么猪肉价 我看到一些报道都说 猪肉价最近也跌了 你所知是否在内地 通常是 一段时间 猪价很贵 然后人们都疯狂地 去养猪 全部都疯狂地养猪 然后就压低 是否这样 你所知 我所知是这样 所以 很多人都说 猪价升得很厉害 你所识的人 有没有试过养猪 我之前有用过 真的吗 很久之前 不是你的子女 猪子猪女 我所知 用猪的话 我所知的 我觉得 不会有那么好找 三猪有很大的风险 很大的风险 你说的是猪会死 一个是猪瘟 第二个是市场的 猪价的 浮动性很大 浮动性很大 也是的 你看看这个图 2006年到现在 又有什么 猪蓝蚀病 听过吗 不太懂 猪价又上了 17元 应该是每公斤 内地是1公斤 大陆是1公斤 1公斤10两 对吗 我不知道这是2公斤 然后 全部一起去养猪 价格又跌了一半 接着 猪传染性的辅射 就是全会猪一起肚疼 然后是19元 然后又下来10元 然后大家知道 2015年和16年 供给质改革 听过了 令猪价升到20多元 短短49个月之内 大仗一成 然后又跌下来 最近一次 2019年 非洲猪瘟 这个年应该很深刻 这个猪价 这些猪价升得很厉害 20元升到40元 由10元升到40元 哇 其实内地的猪 你所知 其实 这些价格是不是这么波幅呢 你不去 是啊 是不是 很波幅 很波幅是不是 正如我所知 一般来说 有三年薪金 三年是赚钱的 这样的 一般是三年有个价格 所以 就看你能否把握得到 这些生意超级难做 我本人觉得很难做 你这些亲戚的家人是不是也有做过这些行业呢 你认识这么多人 总有的是不是 总有 那那些会不会发达呢 是拿着Benz的临簿呢 不会 当然有些是有些有成功的 做什么行业都有人成功 但是始终来说 就是 赚的人比赚的人 多 赚的人比赚的人多 说真的吗 就是港元用枝 不是港元用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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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香港 虽然都是拍卖 但是大部份 批发都是五封行的 你也听过了 其实供应 虽然它维持得稳定 但是你问是否壟断呢 大家看看 那就不知道 内地应该不止五封行一间 不知道 内地应该是每个 现在是每个镇都有个淘水墙 政府的淘水墙 资人是不可以 不可以撞资的 不可以杀资的 是不是 是不是 香港乘坐地铁 乘坐巴士 全部都是被人撞的 只有这些壟断经营 中电 煤气 全部被人撞的 都是被人撞的 一样 很多的 公共事业都是被人撞的 当然 现在做生意 买菜艰难 买猪艰难 很多东西都很艰难 现在你说的 人工 成本很高 我和你都深受其害的 现在请人真的是超级难 是的 那些人不是说不想做 很多都说 打转了什么 不想做长工 时薪 日薪 是不是 宁愿打散工 都不愿意 年轻人当然是 他们觉得我宁愿打散 一个月翻十天八天 比你一个月 被公司牵着 被子走 运输也是 现在的运输 成本很高 虽然油价跌了一点 但是 租金 好像跌得慢一点 租金 租金 一般来说 租金 使用了租金 要它跌 是比较 就算是跌 跌幅也很小 和很慢 香港的留下区 租金真的跌得 很厉害 很多 尖沙咀 黄铺 跌一半的 对 以前你记得 最多人租的 黄铺是哪些 金行 什么福 什么生生 现在 都是平价 两三折 再租黄铺 虽然 价格低了 但整体来说 很多的成本 都没有便宜 人手方面 还有竞争 最近发现 朋友跟我说 现在很多 很多猪肉档 壟断了 大的集团 壟断了猪肉 变成了 猪隔又压到很低 变成小商户 就很难经营了 我不知内地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内地 也不会 应该不会和香港 说得 壟断得这么严重 是不是 真的惨 我们香港真的是 港产 我自己喜欢 买猪肉 我喜欢帮买 小商户 不是特别新鲜问题 有个感觉 有个人情味 还有 我觉得 他们相对小商户 可能有时候 没有那么忙 服务会好一些 大商户 你买就买 不买就算 有时候偶然没办法 你可能趕时间 去百佳慧康 也有得买的 但是那些 真的我觉得 看看你觉得新不新鲜 我不是说他们不新鲜 只不过 是否真的 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 它们都被封好了 你就会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 对我 不是那么一对一的 服务 我有时候想煮汤 我想要过筷 要过筷 变成它切好了 我不知道它放了多久 当然都是新鲜的 但是 其实价钱就一定是 有点差别 是的 你也不会说 多不多去街市 不是街市 超级市场买的那些猪肉 一般都不会 为什么 肯定第一条就是新鲜度 新鲜度的问题 其实是不是也是一样 不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去买猪肉 买猪肉 我们首先 第一个就是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我考虑去 街市市场买的 嗯 除非 即是走上过了 没有时间 即是中午打后 这样 没办法了 赶紧去超市 超市 也是的 可能八章九世人都会这样做 现在的猪肉 你养过猪肉 其实 是不是要它很健健康康 一定要打完疫苗 一定要打完疫苗 要有些资料很漂亮 是不是这样 打防疫那些 一定要的 是 但问题上 就算 你打了防疫 也好 类不类有整个新鲜 即是疫情七雷 你就没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如果有疫情 那些资料 就全部 焚化刺利 那你就却本无归 哈哈哈 还有一件事 就是 我觉得 你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你养去养 即是 养的量大了 需求的量少了 变成了 公大过求的情况下 那些猪肉就跌跌跌 是的 所以 在那时候 你一直用 Rubber 全是是 糖水滚糖鱼 最后 又是 没钱 这些东西 真的是很难可以 把握了 是的 真的很难 究竟是否有 甚至多的 權力、勢力才能做到一個大規模 真的可以有錢賺 即是你來香港 其他地方用資我都不知道 如果說大陸來說 要有錢賺的話 它不是不行 就像那個 溫氏澤田 它有用家用資 它有不同 因為它有說過規模 它可以申請政府補貼 就算在它養資平本的情況下 它可以取得政府補貼 那不是很可觀的 前幾年都很厲害 太陽能、玻璃那些全部都是政府補貼 差很遠 現在補貼是不是很多補貼了呢 有 其他不知道 農業 還有蔬木業 都有 但是問題上 你不太說的 算是規模 你是 拿不到那些補貼 對的 所以難做的 主要我想說 做生意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麼錢 當然你說 可不可以沒有錢做生意 也可以的 就像我的朋友 他每天做直播 沒有什麼成本 但是你說 做生意很多時候 你的本是什麼呢 可能是你的口才 你談生意的技能 可能是 很厲害的大的生意 你賣的東西很好 很多方面 但其實現在的借貸成本 其實都是高的 不是便宜的 尤其是內地的利息 低 但是 在香港或者世界各地 前日有加息 美國有加息 整體的經濟 都是陰霾 陰情不定 外國也不知道 那些 銀行的大媽生 會減少一些東西 整體你想想 在這個時勢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其實覺得 有什麼生意 好做的呢 好做的生意 那我真是 沒有什麼建議 因為疫情 其實 令很多行業 我覺得是結構性 轉型 變成很多人 回不回到以前的那種 那麼好運呢 因為現在的資訊越來越流通 每個人都是 開會都是上網 用的地方越來越少 包括我們用的地方都少了 周圍都說 我不需要私的自由 我有個電腦 直播 或者 立刻做zoom 都可以 變成了 其實整體來 某程度有些東西 成本是降低了 但是 仍然 人工有沒有便宜過 對不對 很多運輸 都沒有便宜過 變成了一些人就要想 啊 渣乾渣正 怎麼可以 拿到一些利潤出來 你說如果 如果整天監控一些價錢 其實也很難賺 這些人 內地是訂了很多價錢的 你說什麼價錢 限豬價 賣菜價 他是有監控的 市場是有監督的 哦哦哦 香港就算賣豬 當然有些人可以賣到天價 那麼貴 黑豬 黑毛豬 你總之說到 西班牙 什麼豬都好 但是始終都是有一個 限了 就是 鏡頭 每天都是一個 拍賣的價錢 當然 看看人家 投價多少 其實整個機制 都是有助 看看怎麼可以控制到市場供求 沒有的 你不吃豬就吃牛 你不吃其他東西 很多選擇 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就是 做生意 我覺得穩定也很重要 因為現在 如果整天的政策改來改去 都是怕麻煩 那肯定是 政策不穩定 對做生意來說 肯定是 就是拜多個禮 是啊 因為看到也很慘 看到很多行業 就是 我不 出於一個 同理心 因為看到很多不同的行業 是因為疫情 就倒閉了 接著很多 直接是 供應鏈 斷了 他做不到 因為 供應那個 又比不交不足貨 或者交貨不穩定 所有資金 斷了 變了很多行業 適微了 甚至是轉行 超級多這些行業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生意是難做的 你問我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內地是通縮的 有的 有的感覺 我看到一輛保馬12萬 我看到 是啊 很便宜的 全新的 車就是 大陸的車 就是 全方位 廣告 全方位 二手也可能跌了 新車跌 二手 因為內地的 二手車都不太便宜 香港 落地 可能沒有了一半 但是 最近很多車價跌 我感覺上是通縮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的感覺 如果通縮的人會怎樣 寧願 儲多錢 我遲些才買 東西越來越便宜 可能現在12萬一架保馬 可能明年8萬一架 保馬 還有 有人二手 四萬元 賣給我 其實通縮也很慘 我覺得 是的 你說 對市場 那個 我明白你沒有什麼感受 你有錢 不是 我也是窮人家 起碼對市場的資金流通不大 人家的官網態度 好像樓市 大家都在官網 通縮 過往2000年到2003年 香港都是通縮 那段應該內地也是通縮的 通縮的問題 就是那些人 不敢消費 不敢買樓 不敢去 投資 變成說遲些先 東西都便宜些 香港就沒有感覺到 很厲害的通縮 每年都有2%的 通縮 但是外國就通縮得很厲害 那些人就說 又要加班 又要做多些東西 賺多些錢 當然有些人是躺平 我不是吃少一點 不吃 甚至乘車費都花了我不少了 不如我不開車 不乘車 省點錢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 都要生存 賣一波菜也很艱難 所以我覺得 投資不是很簡單的事 當然 超哥也有找我 問我 諮詢 投資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 想法 但我覺得 這刻 儲多的錢 都很重要 是不是 那倒是 可能這刻 未必是最好 我不敢說是否最好 賣樓市 你有沒有買樓 不會再加賣樓 不會 因為足夠了 你太多了 不是 不是 你除了自己 光衰智 你最賣的話 也是 生意性質的 賣 投資性質的 你現在 都看不到錢 又看不到前景 你怎麼會投資 是 是 真的 哪些人都很 觀望審慎 我覺得 你剛才說的很重要 一個字 是 鋼稅 鋼稅 有沒有鋼性需求 他沒有必要 如果你說 放在內地買樓 我不知道收多少 有沒有兩至三厘 如果買樓收租 你說 雙品樓 有沒有 有沒有 現在 沒有 香港怎麼也有兩至三厘的 即是收租 一般 就是 依我所知 一直以來 香港的收租 香港的房間 和大陸對比的話 當然是香港高 不單止高 只是離譜了 真是 你說怎麼解決不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 你不提供 多一些 不同的房屋 基本上 滿足不了人的需要 香港難的 你說好像東莞 廣東省很多 我看到很多人 300元500元就租到房間 即是600呎 已經是60平 但是在香港 你租過600呎的地方 不好意思 你沒有15000元也租不到 是啊 真是不簡單 我不是說什麼核心地段 那些 所以 其實什麼時候都要分身去投資 尤其是現在 真的不要這麼借錢 借錢的成本很高 變成了 基金買下 又7厘8厘 賺一下利息 也好 或者其他債券很多 現在都4、5厘 那時候股票 雖然跌了很多 升了一些利息 但是始終要下個風險 始終都是 我身邊10人 可能9個 股票 剛剛這年都比較 不容易 不容易 領造2、3厘的定存 也很多 所以真的要怎樣不斷去儲息 退休的方法 阿超哥都很清楚 怎樣去收息 下次再跟大家研究分析一下 有什麼更好的 收息 賺錢的方法 這次我想說 千萬不要亂這樣 養豬 香港當然不行 要用豬牌 不容易 養豬 真的 豬仔就很貴 賣豬仔的 養豬就麻煩了 多謝阿超哥的分享 下次再跟大家見 多謝 拜拜 拜拜 拜拜